欢迎收看4月11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我是嘉炫 新闻开始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走向 各大经济体中央银行都对经济放缓的风险发出警告 投资者充斥着悲观的情绪 让亚洲股市周四B市时普遍下跌 而马股也节级败退 改决两年新低记录 B市时收报在了1624.23点 大跌了15.23点 在货率方面 公益生产指数逊色 国行可能在5月降息 以及挪威决定脱售大马债券 拖累马币今天下跌至10周低点 马股对美元跌至4.11200级 对新元也走跌至3.0378令吉 紧接着让我们来看企业Black and White的单元 财政部长和房屋部长曾经表明 银行房贷条件严禁 促使许多的购物者难买房 不过马来亚银行总裁兼首席执行员阿都法利 今天却透露 该银行去年的贷款批准率为80% 而其他同行平均也有70% 暗示着房贷并没有部长们说的难申请 他也表示 马银行去年发放122亿令吉房贷之后 未来三年放眼继续发出500亿令吉房贷 此外马银行三年内 也计划发放350亿令吉中小企业贷款 不过他不愿评论 马银行对联邦土地发展局 和新加坡开发集团的破陷 只强调如果有需要 将会进行拨备或剪辑 接着我们来看国库贡股的最近消息 国库贡股以10亿5000万令吉 脱售国家能源1.55%的股权 彭博社引述投资条款清单 发现国库贡股是以每股12令吉33仙的价格 脱售国能为数8500万股的股票 属于参考价的低端 此消息一出 让投资者为之哗然 脱累国能盘中降至11令吉80仙 写下三年的新低记录 收盘收报在了12令吉06仙 全天滑落52仙 为第二大跌价股 成交量达1568万股 最后让我们来看大马二月工业生产指数 IPI 由于电力和制造业产出增长放缓 IPI减速至1.7% 低于1月的3.2%增幅 投计局表示 二月电力和制造指数增长4.9%和3.7% 矿物指数则是下跌了5% 制造业销售取得增长 主要动力是来自交通设备和其他的制造产品 尽管二月IPI指数符合路透社所调查的市场预测 不过却低于彭博社预测的2.2%的升幅 同时也是10个月以来的最小升幅记录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